台北市交通局在台北转运站成立交通资讯中心 展示实体路口号制U-bike智慧停车柱等相关的交通设备 呈现智慧交通发展以及愿景 还可以体验驾驶公车 而因应疫情趋缓 交通部宣布开放民众透过市民的服务大平台来预约 满五个人就可以免费导览 达到寓教娱乐的效果 模拟公车驾驶行进路口准备转弯 但却因为大行车视野死角和内轮差 撞到准备过斑马线的路人 透过这项体验不仅能反思用路危险行为 还能提升危安意识增进交通安全 这里是台北市交通资讯中心 除了监控主要道路桥梁的车流量之外 还设有实际路口号制 打造沉浸式体验 透过荧幕体感问答 还能了解智慧交通运输系统的现况与愿景 刚刚那个什么问答题蛮好的 我觉得那个里面题目可以启发小朋友 对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个观念 我觉得那个是蛮不错的 接风的时候或者是在连续假期前面 我们会增加更多的人力来做这个交通监控 那平常20小时都有人电话进来 或者是这个交大或者是这个 跟这个新北或高工局的协情 都是透过交通中心的同仁 跟这个这些单位做互相的协情 多项体验设施展示台北市的交通发展 交通局宣布即日起开放民众 透过市民服务大平台预约 平日满5人 假日满10人都能免费导览 要让大小朋友都能达到寓教娱乐的效果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很多的劳工朋友习惯嚼槟榔来提神 无形中增加罹患口腔癌的风险 而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 国人每年就有超过3000人是死于口腔癌 呼吁有嚼槟榔习惯的民众要尽早戒除 同时也定期做口腔黏膜的筛检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在口腔癌的发生跟死亡里面 有9成是男性 那特别是他的发生年龄 其实是在中状年龄 根据国民健康署癌症资料显示 台湾人每年超过8000人罹患口腔癌 更有3000人因此丧命 分析离癌原因有超过8成 都有抽烟或是嚼槟榔习惯 主要是口腔黏膜经过槟榔纤维长期摩擦 加上槟榔滋液中的致癌物 造成细胞外化 形成口腔癌 槟榔说真的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危害 不管是我们口腔的 我们的卫生 还是说我们的年末的变化 都会变成口腔 还是说我们肺骨的越来越厉害 还是说我们有这种心脏的皮膚刺 还是说我们的心肌的痘 还是说我们的肝脖的 还是我们引起我们的油脂的不好 都会去洗油脂 槟榔被许多老公朋友当作提神食品 在海上工作的渔民也会用来预寒 长期下来增加离癌风险 国际癌症研究总署 也将槟榔公告为一级致癌物 无论有没有添加红白灰等配料 嚼槟榔都有可能罹患口腔癌 看任何一个医师嘴巴一张开 拜托医师多给你看一下联膜 你的口腔的联膜的变化 那会不会有白斑 会不会有红斑 会不会有其他的异常的状况 就很容易发现早期的口腔癌 国健署提醒政府免费提供 30岁以上有嚼槟榔或是吸烟民众 每两年一次口腔粘膜检查 可以降低21%晚期口腔癌发生 以及26%死亡风险 故意大家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记者邱世民提的报 根据调查B型C型肝炎 是造成肝炎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原因 台北市卫生局除了结合联衣 以及医学中心提供筛检之外 也结合了12个联衣举办肝炎筛检的活动 只要参加就可以获得商品礼券或是好礼 希望涉及在台北符合资格的民众踊跃参加 根据110年台北市死因统计显示 肝癌是癌症死因的第四位 台北市卫生局吸手联衣 医学中心提供所有专科 都能够为民众筛检B型C型肝炎 还结合12个联衣举办肝炎筛检活动 B型C型肝炎通常在肝病早期 它是没有症状的 那一旦有症状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晚期了 B型C型肝炎是造成慢性肝病 以及肝癌死亡的主要原因 透过筛检能够提早发现 提早治疗 避免演变成慢性肝病 甚至于肝硬化 完成的是1万3 是85% 然后我们已经找到130多位C肝的患者 从即日起开始到年底 只要涉及在台北市的45岁到79岁的成人 到12个联衣进行筛检 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商品礼券 目前吸干药物治疗已经纳入健保给付 筛检阳性者务病要配合医师的建议 接受追踪与治疗 记得《长话长》报导 警政署长黄明昭连日召开破案的记者会 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 而这回再度破获一起跨国走私毒品的案件 听到盟政议会成员涉嫌从德国 以进口猫杀为由 夹带超过5公斤的K他命来台 而警方与海关联手展开5个月的查契行动 成功逮捕6名的嫌犯 依违法毒品以及组织犯罪法来移送法办 大批远警埋伏在停车场 看到黄姓男子一下车 立刻向前将人压制在地 随即确认车上有没有其他成员 警方调查发现 嫌犯从德国以进口猫杀为由 压长超过5公斤的K他命来台 经过5个月跟遵收证 将黄姓祖贤在内 共6名嫌犯逮捕到案 总司机款它是利用分层转手的一个方式 来躲避警方的查契 那我们全案总计查契幕后首脑 偏到我们政议会祖贤以外 同时也查到了一二三层各层的一个足钱 那我们同时查扣了K他命毛重5.125公斤 以及贩毒账款新台币39万4200元 警方表示贩毒集团为了躲避查契 从寄件到领包裹层层分工 企图制造断点影响警方办案 刑事局接获通报后 联合海关展开查契行动 发现该成员都具有天道蒙背景 怀疑他们就是利用贩毒作为金流来源 警方连日扫黑气毒展现打击犯罪决心 针对单一案件向上溯源 揪出幕后主使者 同时干扰黑道势力经营的深色场所 企图斩断金流 瓦解不法势力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日前在台北市大安区发生 一起民众酒醉 持酒瓶自伤的事件 一名攀姓男子与前女友 有感情的纠纷 双方发生口角 而男子由于酒醉心情不佳 不断的拿酒瓶猛砸自己的头部 当场见血受伤 而警方在接获报案之后 来到现场将酒醉的男子 以法实施管束 并且协助送医 包厢门一开 几名鹤枪时代的破例式入场 迎面而来的是正耳欲聋的音乐 以及打着赤膊 不断咆哮的潘姓男子 远景健壮赶紧安抚他的情绪 但已经酒醉的男主角 却越来越激动 男女朋友吵架 原来在凌晨四点半 胖性男子跟前女友 由于感情纠纷到酒店谈判 但双方却一言不合发生口角 几杯黄汤下肚 男子一时情绪失控 拿起酒瓶自砸头部 吓坏现场所有人 胖性男子头部流血 现场协助其送医救治 警方现场除安抚其情绪外 为保护其安全 现场预以管束 并依职权家宝通报 全案已起全责主管机关 依规定介入访试调查 男子自砸酒瓶 造成头部撕裂伤 送医后还好伤势没有大碍 警方呼吁民众应该要 理性饮酒与沟通 千万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 另外警方也将持续 加强防治各种不法犯罪发生 维护治安平稳 记者郭参永台北采访报导 新一区虎林街 一名娃娃机的台主 深夜清查机台的物品时 发现有物品遭窃 急忙报警 而辖区吴芬普的派出所 接获通报之后 赶到现场调阅监视器 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内 就锁定了无姓的嫌犯 并且逮捕归案 新一警分局 五分谱派出所深夜接获报案 虎林街一名娃娃机台主 发现机台商品遭窃 远景急忙前往处理 调阅监视器画面 以及核对财损 发现嫌犯偷了一组 太阳能串颜蓝牙喇叭 湿纸巾一包 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画面 马上锁定一名居住在附近的嫌犯 并且将相关资料通报 给案发地巡逻的远警 不到一个小时 随即在松山路上 发现无姓嫌犯 立刻上前盘查 并且带回派出所询问 全案一窃盗罪 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记得长话传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假司室已经全面 满透并操红社会 你要想想看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选择不要再承认 我们今天加入我们 在联盟罗站营吗 没有人会知道是女外流的 放心 我们暂时同乡 这是我给你的 优惠 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点蜜蜜 爱撒单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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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北海岸连日大雨 导致石门区北十九线 发生路基大面积流失 在5.5公里处路段摊坊严重 石门区公所接获通报后 即刻前往将道路封闭 避免用路人经过发生危险 新北洋公处也会同公所实力会刊 沿你道路抢通的办法 本区北十九线5.5公里处 因为近日连续下雨 造成路基流失 道路摊坊 那公所发现以后立即设立了 警示设施 还有改道的公告 那崩塌的面积 大概有350平方公尺 影响的住户大概有20户 但是幸好这边是 山区的环状道路 居民有替代的道路可以进出 在7号的晚间石门区公所接获通报 北十九线有摊坊发生 公所前往封路作业时 该路段还有半边的道路 在8日上午实地会刊 已经全线随着路基流失 初估摊坊的面积约有350平方公尺 而抢套的作业预估要进行三个月才能完成 新北市养工处长也立即率领 设计及施工厂商来到县长勘查 那后续我们就会有养工处 进场来进行附建工程 预估工期大概要二至三个月 那在这边呼吁用路人避免经过这个路段 如果要来到这附近的话要提前改道 石门北十九县能够通往百年梯田 青山瀑布等殖民景点 除了影响观光还有居住附近的居民 约二十户出入受到影响 为此石门区公所指出 北十九县为环状县的道路 民众可自行评估目的地 从区公所端 山西市民活动中心端 或是老梅端的路口前往 事先规划路线 避免行程受到影响 制造评韩 石门采访报道 汐止区水原路二段 在过了200号之后就没有自来水 沿线有几十户的居民 目前都只能接吸水来使用 但是夏天遇到枯水期 或是强降雨 吸水混浊的话 就没水可用 所以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就召集相关单位人员 到现场来会刊 讨论接自来水的可行性 汐止区水原路一二段进去 沿线都有自来水 不过在过了水原路二段200号 大约是在柳燕桥这一带的工厂 还有一只网上过去的住家 在没有自来水的情况下 长期以来的民生用水 都只能靠接吸水使用 只是夏天好几天没下雨 或是强降雨一下 吸水混浊 经常没水可用 也让居民很困扰 因为水原路二段 大概200多号以上 都没有自来水 都是用三泉水 但是有时候三泉水就不够 所以大家都提出来说 有意义 希望能够争取有自来水设施 水原路二段 比较靠近柳燕桥 还有上方的地区 因为长期以来都是饮用吸水 就是减一自来水 那我们今天来会看 就是希望说自来水公司 能够拉个管线 做个加价站 往上方延伸 因为这个地区 目前没有自来水 在结构成情后 包括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立委赖品云服务处 自来水公司等相关单位人员 就到了现场会看 因为这一带有工厂 有住家 住户大概是200人 他们就希望能够接自来水 只是因为这一带是山区 目前自来水上不来 必须得要增设加价展 今天是因为立委赖品云那边 还有张景豪那边 大家一起来协助 找到基隆第一区营业处 派人来会刊 那我们希望找出一块国有林地 国有地然后来做一个家序 就是解决这边用水的问题 现在这边旁边一块国有林地 就国有地在路边比较适合 但是够不够大 那个再来算一算才知道 那目前我们朝着 在附近找寻一块适合的地方 来做加价站 然后再往上延伸 做一个全区域的 就是石原路二段 柳燕桥这个区块 上方这里有一些住户 还有工业区 有一个迫切的需求 都希望赶快有设一个加价站 然后把自来水引导到这里来 自来水要延伸 必须先找到适合地点设置加价站 目前是看中在柳燕桥旁 这块国有地 而接下来里长将进一步调查 沿线大概有多少住户 需要用自来水 再交由相关单位 进一步评估设置自来水的可行性 这场惠林细子采访报道 已经使用23年的 新北市三重厚德公园 在地方里长反映 以及市议员 鲤鱼点的争取之下 农业局用老旧公园 更新计划提拨改建经费 把厚德公园打造成 一座全灵化公园 提升居民的修气品质 遇水则发 三重厚德公园新建游戏场 在大雨中举行揭幕仪式 三重厚德公园 陈吉正表示 这次厚德公园 除了游戏场游具全面更新外 花台 洞线 及成人体建区都有调整 期盼能带给三重居民 更优质的修气空间 为了把厚德公园 打造成全灵化公园 新北市员鲤鱼点 积极向市府争取经费 加上厚德里长 陈吉正的建议 和区公所的规划 重新打造成 一座森林风的游戏场 农业局表示 市府从110年起 执行老旧公园更新计划 透过专业顾问评估 整合地方意见 逐步更新老旧公园 提供市民现代化 及安全的公园环境 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 林口虚公所公测 除了全面配合卫生纸 丢马桶的政策 清洁维护也达到 不脏不湿不臭的等级 因此日前也荣获新北市 111年度公测金纸奖 即特优场所认证的殊荣 林口区公所为提供给民众一个干净舒适的 如厕环境 清洁人员每天努力维护环境品质 除全面配合卫生纸丢马桶政策 清洁维护也达到 不脏不湿不臭的等级 日前荣获新北市 111年度公测金纸奖 即特优场所认证 很高兴 今年林口区公所 在111年新北市政府环保局 所举办的公测评件里面 荣获了公测金纸奖 以及特优场所认证单位 对于林口区公所 努力提升我们的公测 整齐清洁度 以及提升我们民众的如厕感受 是很大的鼓励 黄庭义表示公所在走道及侧间 装设了感应室省电灯 并采用棉水小便斗 无臭无菌棉水免耗电 还能达到节能减碳的功效 另外也将厕所意向设计 更加活泼可爱的图案 让人如厕时 有如长阳在童话故事里 我们的清洁人员 很努力的在维持公测的 环境品质 比如说垃圾桶的卫 垃圾桶的卫生纸 或者是马桶的整齐度等等 此外今年我们也透过视觉设计 将我们的公测设计 将我们的公测路口的意向 设计的更活泼 更符合林口在地的元素 林口区公所一直以来 都十分重视公测环境提升与改善 虽然公测只是市人环境中的一个小区块 但却是民众感受度和需求性非常高的使用空间 叛逆我一同发挥功德心让大家都能有一个干净明亮的如厕 记者胡宣宁口采访报道 位在十分老街口的中塔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也见证当时矿业的风华以及衰落 是十分地区重要的地标 因此平溪区公所近期也针对中塔进行修缮 预计年底完成 要呈现新风貌成为崭新的入口意向 平溪区十分老街是著名的观光地区 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人潮到访 而在老街入口不远处有一座中塔 这座中塔历史悠久 民国70年完成 是早期观光客来到十分地区重要地标 也是许多平溪人的儿时重要回忆 那边那个啊 很久了 很久了 你几岁就有了 记不起来 我现在82岁了 那他现在在做整修 有没有很期待他变成什么样子 看时钟桌 游客来 因为他看你的时钟 游客来看时钟桌 跟人啊 由我们当时候的一个停溪湘工所 以及台北市的建成师子会 以及我们地主 三方面共同合作 把他建造完成的 那建造的时候是在70年左右 当时平溪是属于煤矿 也是算蛮 一个人潮各方面都还是蛮多的时候 然后整个刚好也是算有点 快要这个走下坡的时候 然后刚好整个这座这个钟塔的部分 也是见证我们平溪的一个采矿的一个盛况 一直到没落 一直到后来我们改成一个所谓走向 影响国际观光路线的一个见证者 这样子 平溪区长表示 这座钟塔经过风吹雨林都已经斑驳不堪 面临拆除的命运 而为了将这个承载着地方历史记忆的地标保留下来 驱工所近期进行了修缮 跟那个建成师子会合作 以及地址 那也取得他的同意 那我们在预计这个工期的部分 大概在民国111年 今年的这个年底前左右完工 那完工的时候 那大概我们也会把这个建成师子会 他们有提供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失踪的部分 也会把它砍入 然后做一些整体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变化 驱长表示 未来钟塔将有新风貌呈现在大众眼前 也特别要感谢乡亲大力支持 及市政府的经费补助 才能将这座历经矿业新衰的钟塔 以新面貌保存下来 借成威 平夕采访报道 最近封面报道 英语绵绵 民众降低出门的意愿 因此台北的捐血中心 协议的库存量又拉紧报 A型 B型 O型 还有AB型的协议库存 全都亮起了黄灯 即需要民众踊跃地捐出热血 最近封面一波波报道 经常整日英语绵绵 使得协议库存量更加吃紧 台北捐血中心的协议库存量 一片黄 库存不足七天 急需民众晚袖捐血 新建捐血市指出 每年到了冬季 因为天气不佳 民众懒得出门 捐血人就会特别少 加上感冒 还有疫情盛行 让不少想捐血的人被打回票 另外冬季又是心血管疾病 耗发季节 各医疗院所需要输血的个案 往往增加许多 所以常常造成血库缺血 台北捐血中心的血库就平民告急 再不改善 病患可能面临无血可用的窘境 而一般协议库存量 必须维持在七天 可是目前台北捐血中心的 A型 B型 O型 与AB型血液库存量 都不足七天 为了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 新建捐血市呼吁社会大众 发挥人机几机 人腻几腻的同理心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希望大家能够在寒冬送暖 慷慨外秀捐出您的热血 记者沈小淡采访报导 奶奶 奶奶 我是叫你停在安全的地方等 看红绿灯挤来车 听车辆警示音 再走行川线 就是斑马线啦 哎哟 新人屏看厅 才是安全好习惯 我不要得藏病毒 完全没有消毒 可能会传染藏病毒哦 我不要得藏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换衣服才能报往了 有人可能会传染藏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藏病毒 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请洗手 藏卫生 藏病毒 远离我 专业盗播电视频道是典型网络犯罪 购买盗版盒等头助长网络犯罪行为 力挺刑事警察局净评专案 打击盗版非法行为 只要检举成功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 可获得奖金一万元 支持竞庭专案全力扫荡非法OTT机上盒 是不是 以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练球了 小匠是吧 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家的感觉可以很放心 只要你不放弃 爸爸永远都会是你的守门员 打开家门 让爱住进来 新北市政府举行111年度社会福利 暨综综合类志工团队的机优表扬典礼 由副市长刘和然亲自来颁奖 总共表扬了24个积极投入社会福利的团队 也感谢他们长期无私奉献的精神 疫情期间有一群人总是默默协助各个单位 方法或是贩售口罩防疫物资 在疫苗接种站也可以看见他们服务的身影 虽然没有薪水 但他们还是乐在其中 他们就是志工 为了感谢新北市社福志工伙伴 以及团队长期投入社会福利服务 新北市政府在六楼大礼堂 举行了新北市111年度 社会福利及综合类志工团队 极有表扬典礼 由副市长刘和然亲自颁奖 表扬24个积极投入 新北市社会福利服务团队 在防疫期间它是带着风险 带着风险各位还是肯出来 而且各位从事的工作 也让自己陷入风险 你帮我们送物资 帮我们登记 帮我们送餐 其实你都冒着一定的风险 可是为什么要做 因为台湾这个社会 就需要这样一批人 在别人需要协助的时候 就算有那么一点风险 我们都走出来 这次获得表扬的24个志工团 包括了特优奖两队 优等奖五队 服务绩效奖五队 特色奖十二队 其中新店区文山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志愿服务队荣获优等奖 新店区公所志愿服务队荣获服务绩效奖 我们这些志工都全力的在各方面 帮助我们的民众解决平常遇到的问题 尤其在疫情期间 也协助公所在处理很多疫情上 行政的事务 在这里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志工 新北市社会局也期盼 志工团队能够持续的投入志愿服工作 让新北市充满更多温暖热情与活力 为了感谢热心维护市容环境的小人物大英雄 市府环保局特地进行表扬 其中戏职区智慧里环保志工李志勇 更勇夺了特优奖 除了协助种花绿美化 还当起了导览员为民众来解说 几乎是365天都在顾花花草草 而这次获得特优环保英雄 大家都说是实至名贵 这个女真它有往上涨的特性 而且它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植物 所谓环保的植物是因为空气 经过它过去之后 会停留它的叶片上面 就是把那个污染物吸收在它叶片上面 然后让新鲜的空气过滴过去 所以一面墙过去的话 它空气在那边退流的话 这边的空气就会产生一个比较新鲜的 苦练树 女真 冯翔等等 这基隆河步道沿线的植物 智慧里的志工李志勇 可说都全都很熟 不论是植物名称 特性或是生活上如何实用 都如属家争 细子区智慧里的李明李志勇 这次货班环境美化组特优奖 他多年来协助基隆河沿岸环境 维护种植不同的树种 让水尾湾一带发展出丰富的动植物生态 吸引游客与单车组造访 他也邀及李明将闲置的空间美化 建置户外生态教室 以及小型的生态池 打造成生态学习场所 我们这边很多香 就莫名一下 今天我闻到这个月闻到什么香气 野江花 月来香 枝子花 午夜的枝子花 还有苦练花 春天的苦练花 各式各样的香气 莫名其妙就跑出来了 晚上晚上还有桂花 还有桂花也是 都很特别 整条路都香香的 晚上是夜来香 所以这边刻意地去经营 然后去保持这样的环境 变成越来越优质 智慧里有一个优秀传统 我们这个一共三届里长 我们出了三个整个特优的环保英雄 当然这个我们传承了 我们对环保工作的一个热衷 我推荐他主要是 他个人来讲话 他的毅力跟耐力真的值得我佩服 他几乎一年365天 几乎天天都在整个水尾湾休息平台 来从事他的立美化推动工作 智慧里里长三届以来 每一届都有一位环保英雄 而且都是拿到特优第一名 这次志工 用几乎一年365天都在水尾湾休息平台 照顾这些花花草草 可以说是用生命在经营 从种植到浇水修剪 甚至因为自己以前的工作是导游 现在他还发挥自己的长才 当起了解说员 让美丽的环境成了生态教室 另外还一起营造香草植物区 这次拿到环保英雄特优 里长说真的是十字名归 超香的 里面中午吃的咖喱饭 就是这个 除了环保这个立美化之外 他还富有这个学习教育的一个功效 而且他在假日的时候 很多一些家长可能带小朋友来 他都会很那个细心的 慢慢的来引导他们来认识这些职务 新北市环保英雄临选分为资源永续组 以及环境美化组 李志勇是拿到了环境美化组特优 也就是这一组的第一名 在邻里间也因为有这一群 默默付出耕耘的小人物大英雄 让环境都越来越好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芮芳区四角亭上天里的 里长林瑞明不到60岁 但是里长的资历已经相当的丰富 今年更是连任五连霸 而芮芳区长一一到当选的里长 家中送上当选的匾额 也来到里长林瑞明这里赠匾 并期许市府与里长 未来继续为民争取更多的福祉 芮芳四角亭上天里里长林瑞明 年纪不到60岁 但里长资历已经相当丰富 今年更是连任五连霸 今天适逢芮芳区长一一 到当选里长家中 送上当选匾额 也来到里长林瑞明这里赠匾 并期许市府与里长 未来继续为民争取更多福祉 非常感谢 今天我们区长代表我们好几党 送一个好便来 非常感谢 我也希望我们后边 我们来这四年 我们市政府和区公所 对我们利来的需要 一同跟我们赌三天 我也希望我们利来的建设 可以慢慢地提醒 我们定义的一个所谓 这样可以让我们使用更好 自来水很多之前没有自来水的 逐渐都争取增设自来水 包括我们地方的议员也都很协助 包括上东那些的农路 里面各项建设 里长都跟公所跟市府都很团结合作 很扎实的一步一步把它完成 上天里长林瑞明说 在40出头就出来当里长 目前已经服务16年 今年受到里面肯定获得同额参选 继续迈向里长之路 连续五届的里长也让他更了解里内发展 也积极争取该有的建设 像是自来水的部分 这两年也总算陆续完成 让基本民生用水获得解决 我们大厘地区这里 很多以前都是参水 吃参水 我们知道我们参水会越来越久 还有刚才豁来的浑浊 也很厉害我们的区公所 他跟我们赌三天 我们现在流流流流流 都在那种自来水 我们希望这个自来水 让他全民化 然后我们参水 我们也可以备用 备用 我们自来水的水还更清 可以做好我们的里面 这几天我们都一个一个里的去 办法这个市长 恭喜里长单选的这个贺贬 这个贺贬 市长特别提名 这个卫民服务 上这几年里长在地方 每个地方都非常的认真 那侯市长也很重视 这个最基层的服务跟建设 所以我们公所也都全力搬里长 很感谢里长也都 在里里面都做得非常的好 瑞芳区长表示 这几天都在搬赠新北市政府的 当选匾额到各里长家中 除了当面和里长们道贺 也顺便倾听里长们 对于里内未来发展的想法 希望能和里长们攜手 让瑞芳地区民众 对于市政更有感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泰山高中汽车医美教学中心 和四所科大签订 汽车医美MOU合作计划 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 出席见证签订的仪式之外 对于国瑞汽车 捐赠了价值近百万 最新款式的油电混合动力车辆 给学生作为实习的用途 张局长也感谢企业与科大携手 协助推动新北技职教育 共同培育专业的技术人才 泰山高中长期和汽车产业密切合作 并且获得国瑞汽车 捐赠价值近百万元的 最新款式的油电混合动力车辆 作为实习的用途 而校方汽车医美教学中心 则和四所科大签订的 汽车医美MOU合作计划 交易局长张明文出席见证签订仪式 并感谢企业及科大携手协助 推动技职教育 共同培育专业的技术人才 谢谢我们国瑞汽车 非常感谢我们和谐历 还有我们处长副处长的主任 能够对新北市 捐赠这台非常重要 百万的我们的油电混合车 我想对于我们的第一线的 整个的教学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对于孩子的学习 特别的有心 然后可以结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来努力 新北在汽车的技职能相关 相当有充实的一个教育的学校 它还有一个喷漆的工厂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我们这样的捐赠的活动 能够让技职的教育跟产业 能够好好的一个结合 携手签订这项合作计划 包括明治还有 黎明技术学院等事所科大 不仅全力支持新北市 推动技职教育 而且对企业提供实务的演习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技术 未来进入职场就业再加分 工业4.0以及我们的六大核心产略 那也刚好谢谢我们和谐历 这个国内汽车 能够捐赠最新的车辆 提供我们学生在我们这个 食物研习的这一匹块提升我们的这个技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食物的演练对于技职教育 可以说是真正能够达成就业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随后校方特别安排张明文局长 是曾由泰山高中汽车科所研发的 无人自驾车来趟实际的体验 看到了科大培育未来汽车产业顶尖技术人才的目标 就向前跨境一大步 记者黄又贤泰山报道 111年新北好茶石定区冬季的文山包种茶比赛 日前举行颁奖典礼 农业局长李文就特别出席 并且亲自颁赠贬额给特等奖的得主 评审表示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产量减少 但是石定冬茶的品质依旧是相当良好 甚至更顺遗忘 所以这次还增加了头等奖的名额 111年新北好茶石定区冬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8号上午在石定农会三楼举行颁奖典礼 今年一共有376点参赛 淘汰105点 评审潘伟成表示 这次同样严格把关 入等茶叶的品质都相当良好 不论是水色或香气都有高水准的表现 在比较好的茶的部分呢 我们也进行第二次的冲泡 让更好的茶可以往上推 所以我们与农会跟评审群们讨论之后呢 我们今年头等有增加了4支到29支 那显示今年的冬茶品质非常的好 不管是清香方面的 花香方面的 甜香方面的 文山包种茶都非常的多元 新北市农业局局长李文 特地出席了颁奖典礼 并且颁赠秉儿给特等奖得主 今年获得特等奖的是 石定茶农许敏锐 由父亲许茂松代表领奖 而这也是许家第四度获得特等殊荣 许茂松表示 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 使得制茶条件比较辛苦 但仍以高超的技术拿下特等奖 对此农业局局长李文 也特别给予肯定 同时大大鼓励青农返乡 鱼太多了 上次是太干 现在是鱼要产生之前是鱼太多 水分太多不好查 让更多的青年人 回到我们的自己的产地 来玩 尤其特别是茶产业 像最近我们有推出了 像茶庆酒 还有很多得到优良农产品的 金子奖的这些 都是我们的茶农 特别是青年茶农所带来的 未来也会给所有石定地区 乃至于整个大文山地区 会带出更多更好的茶叶跟农产品 石定农会理事长陈金才指出 今年天气又干又雨 使得茶农在制茶上相对困难 也因此产量较少 但得奖的茶叶干纯好喝 香气浓郁 欢迎爱喝茶的民众赶紧抢购 产量减少很多 大概差不多一半左右 但是我们茶龙 技术很好 利用雨季中有几天的晴天 才说成品都是高水準的作茶技术 所以品质上以上都是特别好喝 今年石定农茶比赛一共有特等奖一名 头等一到五个一名 头等奖二三名 金指奖三十八名 银指奖五十名 优良奖一百五十四名 石定农茶新鲜上市 想要购买的民众可以拨打农会电话 二六六三一二一四订购 记者陈晓丹采访报道 享誉国际的详续芭蕾舞团 将在十二月十七日晚上七点 在新北三重综合体育馆二楼演艺厅 举办第八届 舞动生命爱飞扬的慈善公演 另外庆祝创团二十五周年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两点 在同一个地点 也将演出小舞鞋的天空 两场高水准的演出 邀请民众共享盛举 今年我们舞团非常的开心 能够在二十五周年的这个时刻 举办我们第八届的舞动生命爱飞扬慈善公演 跟小舞鞋的天空的慈善公演 连续两天的演出 那其实今年呢 是集合了这一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真正在正式的舞台上面 做一个完整的演出 所以这次呢 就集结了这将近一两年的时间 把我们许多的得奖作品 然后优秀的杰出的一些节目 让他在这两天的演出里面 完整的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这次公演除了获得立委余天 和山崇区工作鼎力相助外 也获得在地企业的大方赞助 让长期推广在地艺文的前四名代表何志源 相当欣慰 为了使我们的山路的乡亲 也能够观赏到一个高水准的一个舞蹈表演 那经费的方面 我们也是极力的争取 余天立委的一个全力的帮忙 还有许多我们的团体 一起来帮忙 那最主要的也要感谢 我们山崇区公所 大力的来协助 这一次的活动 希望在这两天的活动当中 能够带给我们山崇 卢州的相亲 能够欣赏到一个 最高艺术境界的舞蹈表演 详续芭蕾舞团不仅展现精湛的舞异 也希望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团长邱银杰表示 未来舞团将走进社区 以示范教学的模式 和社区民众一起互动 希望让大家都喜欢舞蹈 享受舞蹈所带来的健康与快乐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 接下来请看生活看板 关心近期重大活动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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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